音声科学时堂课 韦哲的课后分享 我学了音声科学 大概到第五堂第六堂 然后我现在有一些课程 从早讲到晚完全都不费力 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是靠声音说话的 这个声音是 所有的这些音频都是会共振的 你给人家的感觉 声音都是很直接的 就是人家会感受到五感六觉 那声音是除了外表 然后人家会非常去重视 你正讲话的语气品质 还有现在尤其都是用电话 先不看到你的人 我就是先听你的声音 所以他帮助了我在工作上面 然后去跟一些大人物谈 然后我也觉得会很吭枪有力 因为你会知道说你的声音是不输给他们的 然后在演讲方面跟教课方面 我也可以用最轻松的方式 然后去传达阴山科学的那种原理 然后每天透过这些练习 那单凯陈浩宇呢 他声音本来是超跑 然后现在变限量超跑 对 然后我可能是那种 就是 就是自己的这种音域也变大了 就是人体就像一个音响一样 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学音声科学 你觉得只是一个声音的转变错了 那可能会让你的整个人的感觉 还有你整个人的状态 包含你的运势 还有我们现在的声音非常敏感 这种的破声 逼音 或是这个人讲话给我们的感觉 我也遇到很多讲师超会讲 可是他们可能讲话的频率 哇就是 还是会让人觉得是沉重的 尤其我们现在就在学那种能量 所以我觉得说 你应该用最轻松的方式去讲表达 然后去祝福别人 去谈一个你认真的工作 去发表你内心的感言 因为每一天说话 它是一个陪伴我们精神最重要的 那透过你的言语 我觉得现在也爱上我的声音了 所以现在都会开始录 半夜都会录自己的声音 鼓励自己 还有什么比赛更好的呢 谢谢芝希老师 谢谢